24年过去,在全球正在纪念六四屠杀周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现况举行听证会 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主席史密斯议员在会中敦促欧巴马总统 在本周五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当中 要严肃地提出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 6月3日,美国国会举办六四天安门屠杀听证会 主持会议的史密斯议员称 今日中国可谓是世界的迫害之都 受害者包括宗教信仰者、少数民族、维权人士及异议人士 出席作证的人权组织代表和民运人士也谈到 美国当年给予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 导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大大下降 所谓经济交往将促进政治民主的说法 只是部分资本家为投资中国而寻找的借口 24年来,中共从未停止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 国内民众也日益认清中共本质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接受了六四的教训 六四真正的教训就是你不能去相信共产党 那是一个邪恶政权 你怎么能相信他跟你讲理呢 6月7号到8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加州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在例行简报中也证实 美方计划在会中向中方提起人权问题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